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里面都是一种热烈的追求 那种爱情都是美好的 即使痛苦也是一种非常美好幸福的一种体验 道老习志摩他写的那些情诗 那是风格是热烈 缠绵 譬如说他写的一个也可以理解为情诗 这是哪一滴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这个大家看了 这不一定是理解为情诗 但写的是对你性美的那种感觉和回忆 也可以当作情诗来读 也可以当作情诗来读 因为当时习志摩写这首的时候 一共写了十七首 现在留下来一首 辩子里也有情诗了 用象征的书法 比较冲淡 含蓄 可以意会 不可言传 但有时候也觉得有点作作 那么到了像木旦 金样来写爱情诗 完全是一种新的风格 这风格是什么 操业 诗变 出向 贤学 这个时候他跳出来看这个爱情 爱情是火灾 爱情燃烧的是成熟的年代 爱神潜伏着危险的一种 以言所不能表 不能抵达的一些部位等等 这些都是一种杀风景 有点贤学的 就是出向的 这样就颠覆了历来爱情诗 那种写法 而且他又是肉感的 肉感就是很感性的 是吧 往往是自嘲的 很重要啊 现代主义诗歌 有种自嘲 不是自恋 以前旧的诗歌 八个五四的诗歌 有太多的自恋 就写我怎么样怎么样 是吧 美好啊 我悲伤啊 我哀伤 那么到了这里呢 木旦这里 有一种自嘲 而且是冷酷的 丝毫也没有浪漫低渴 是吧 所以留给读者的 木旦呢 他的诗歌 留给读者的 主要不是感动 而是重新凝视 主要不是感动 而是重新凝视 是哲学高度的那种体验 或感觉 是吧 所以这个木旦的诗 有个很显著的特征 我们可以用这计划来归纳 叫做思维复杂化 他的思维复杂 情感线团化 是吧 爱情历来都是这样看的 他要跳出来看 是吧 跳出来看 做显而上的思索 就叫思维复杂化 不是单向的 线性的 是复杂的 是有张力的 是吧 情感线团化 他也表现情感 这种情感呢 也并不是知识的 袒露的 他可能是缠绕的 所以比起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来 像木旦这样的诗歌 是有意追求结构 主题的都诚信 他一个诗开做不同的理解 里边有很多矛盾 是吧 来构成一种张力 是叶都的诗 是吧 所以这个都这样的诗啊 它功能不一样 它要比较多的理性的渗入 它跟习字母啊 跟那种抒情的诗啊 跟郭沫若是不太一样 是吧 那也有另外一种功能 它是完全是抒情 那么这个诗呢 抒情甚至不是主要的 抒情 它的主要是体验 和闲思 冥想 所以木旦呢 就要求你 要不断地停下来 重新 体验 思索 要换眼光 来打亮这个生活 它不是要知道你的生活 是吧 给你勇气 给你指明一个道路 激起你的热情 不是这样的 它要你停下来 体验 思索 有时候我们读木旦的诗啊 觉得会有点杀风景 是吧 但这正是他的诗的特点 这个木旦的诗啊 所以是比较难读 是吧 但是呢 我们慢慢读 慢慢体会 握握他的基本的结构 基本的数法 是可以进入的 这里我介绍一个 九夜派的诗人叫正敏 他曾经对木旦的诗啊 有这样的评论 他写过一篇文章 叫诗人与矛盾 对木旦的诗 特别是刚才我们讲的 诗八首 做了一个结构性的分析 他认为啊 是八首套曲 套曲 我念给大家听听啊 他认为十八首啊 证明 认为十八首呢 是套曲 他一首一首的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 可以看出八首套曲 有着一个紧密的内在关系 首一首之间相呼应 就是每一首八首之间互相呼应 始终贯穿在八首诗中的主题 是既相矛盾又并存的生和死的力 幸福的永乐和皆宠而至的幻灭的力 这是前肠的一层结构 在表面的另一层的力的结构 则是你我和上帝 或者是造物主 自然造物主 三种力量 矛盾和侵活 就是你我和上帝 三种力量的矛盾和侵活 这三种力量出现在诗里 经常由他们的化身来代表 是吧 比如说上帝啊 死的子宫啊 我啊 你啊 等等 所以他这个诗呢 他认为 木旦的诗永远是一个磁力场 像一个物理学上的磁力场 各条磁线呢 都从那里发出 诗之所以是有生命的 是因为它各条力线 不断地在其他的力的 以其他的力在起作用 并同时放出能量 它的能量 在读者的心态上 引起反响 引起反响 这样呢就形成了读者 以诗的之间的对话 诗的结构层次 亦多 对话也就亦丰富 有的诗给我们送来了交响乐 有的是咒鸣曲 当然 当然也有诗咒 艺术师 没有声音的音乐 艺术师 这种没有声音的音乐 是需要 知音者 专注地聆听的 十八首 由于他的三股力量的交织 穿梳 呼应 冲击 使我 觉得像是听一个三重咒 是吧 就刚才说的 他思维 复杂化 是吧 情感 线团化 有这样的俗法 那么在十八首里边 他是有 互相关联的 一种结构关系 那个有一个香港的诗人 叫梁炳君 他写过一篇文章 木旦 以现代的我 他主要是分析 木旦是中 我的用法 也就是 对于自我的态度 认为是前所未有的 是现代主义特色的 他说 木旦的自我 不再是那种浪漫主义 的自我 不再是那种自我爆炸 或者欧锅 像郭文罗的天狗 是吧 这个是一种完全自我的膨胀 是吧 不再是这种 而是一种破碎或转换 内省 所以这个 这个评论家 他注意到木旦的诗歌 有时候 读起来 让人 感到有点 神经质的那种言词 就他那个语言 读起来好像 是很不正常 有点神经质的 又有夸张 新奇的比意 这样呢 会让人拉开 记得来思考 他又说啊 木旦的诗中 他那个自我 经常被处理声 是矮胃的 暧昧的 软弱的 混乱的 甚至是非理性的 这块传统的 以及心思里边 普遍有过的自我 是很不一样 就历来我们 诗里边很多自我 抒情主人公 是吧 这个自我都是 比较坦诚的 浪漫的 算是激烈的 是吧 等等 但是木旦这里不一样 那么 这位批评家认为 中外文学中的我 大致有两种 一类呢 是理性的 是吧 他要引导读者 另外一类呢 这是数字与外物 因为外物的不稳定 而转向了内在的探索 是一种痛苦性的 体悟与自觉 因为这两类 这个诗歌里面写自我 当然那个木旦 比较倾向于后面这一类 此外 论述了 这个就是梁炳君 这个文章还谈到了 这个木旦的诗 里边有一种 细极性的独白 有一种细极性的独白 会产生一种灭力 这灭力是什么 犹豫 同情 判断 犹豫 同情 判断 这三者之间 互相牵扯 所以这个木旦的诗 其实是反浪漫派的 他反对浪漫派那样的知书 凶义 认为诗并不是 个性的自然流露 而是什么 是个性的破灭 破碎 明灭 是个性的破碎 明灭 就是说到了木旦这里 诗歌里面的 个性解放 不是这样了 它是个性的明灭 个性的怀疑 是吧 总之呢 木旦的是充满了一种 探索和怀疑的精神 是吧 对现代生活状态的判断呢 往往它是表现为怀疑 对现有价值观的一种怀疑 要经过反思才能够决定 是吧 道德法规都流弃了无情的 张言的神殿 言不过是一种猜想 哪里是我们的医生 多远他有他的病症 这个没救了 是吧 医生在哪里 医生他也有病 这写的其实是一种怀疑论 木旦呢 是通过他诗中的这种破碎 扭转 怀疑 去体会现代人的那种复杂的心理 所以他就走出了传统的 那种普遍的 自我抒情的那种写法 这是木旦的一个特色 也是他的对心思的一个贡献 这个木旦呢 他的诗歌其实有多种方法 多种理路 刚才一开头我们讲到 他一种是比较写景写色 从中在引发人生的感悟 像赞美在旷野上 东都是这样的 可能是促进生情 然后呢 引发出来 这是比较传统的一种写法 第二种呢 是先有一个意象 然后呢 以这个作为中心 再引发情怀 像野树 奇 都是这样的 第三种呢 是生活中 先有一个意念 先有这种认识 可能积累多了 不一定清晰 在构思的时候呢 是作为一个出发点 通过艺术的想象体验 去形成意象 形成细节 是吧 先有一个这个意念 然后写诗的时候 逐步去丰富它 譬如说像春 四八手 就是这样 那是三种情况 是吧 那么其中第三种情况啊 就像春 像十八手 这种写法呢 这种创作的特色呢 是最创新 最有过性的 也最有代表性的 因为这种写法 刚才说了 跟传统很不一样 是吧 和新文学以来呢 多数的诗人的写法 都不一样 是吧 这种写法 它的重点呢 不是一般的抒情答义 它的重点 不是一般的抒情答义 而是要求表现出那种反复的 续剧性的 那种意识活动的过程 像十八手里面 对爱情的那种体会 那种认识 那种感觉 它是变化的 它是把不准的 所以说反复的 细剧性的意识活动 这其中呢 有国外现代派的影响 西方现代派的影响 像埃勒特 西方的大诗人 他认为 艺术的想象 就是一种综合 有升华的作用 是生活素材 转化为 艺术经验的白金片 像在西南联大交告书的 那个瑞赫词 也认为 艺术的想象 能够满足最大量的意识活动 那么木旦多数他们影响 木旦的诗歌理念 它是非常前沿的 非常先锋的 但不是追求形式的翻新 而是追求能够 最能够表达他刺激 以及他所属的那一代人 那种独特的历史感受 就追求那种大容量 这诗歌并不是单一的表达 某一种感情就够了 有种复杂性 大容量 大容量跟恒大主题 还不是一回事 木旦认为 写复杂的意识活动 写前人没有遭遇过的 那种独特的经验 必须要摆脱传统的方法 所以他的诗呢 是生活哲理 以人生思考 代替了一般的抒情感伤 代替了一般的抒情感伤 但是木旦有德也有事 有时候他从理念出发 如果积累不够 或者未能够转发那种体验 未能形成独有的意象 他的艺术想象呢 不到位可能会概念化 刚才我们念过 也诗也有点概念化 此外呢 他的有些诗啊 确实比较枯燥 比较灰色 灰色啊 比较难懂 早年呢 有些作品 诗歌 欧化的味道太浓 是吧 木旦十七岁的时候呢 接触过现代派 思维表达的都有些欧化 他的有些诗啊 从来不用啊 这些啊 新闻学里面很多诗都有啊 怎么样 他改用欧 就是英文的字母欧 都到了这种欧化的状态 他很反感那种浪漫书情 像郭莫若这一路 习字母 他不喜欢的 他就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反叛 到了后期他开始怀疑刺激 切发传统的诗意 不一定好 到了后期他又想转换了 是吧 所以他就集中了 这个西方现代派的好处 他这个 同时呢 他也这个 尽量的也考虑到传统的心 确实这个木旦的诗是有很翡射的这个缺点 他有些作品呢 也是读起来也是 缺少诗位啊 里边他要你冥想 要你这个理性啊 但是呢 缺少诗位 他可以和现代派相通 但是呢 很多读者接受不了 读不懂 太不懂了 所以阅读审美啊 他需要一个契约 我们读什么样的作品呢 需要先定一个契约 就是说 比如说木旦的诗 我们读的时候感到 他就是一个现代派诗人 所以我们呢 容忍他 匪射 容忍他 这个 这个破碎 我们需要重新来理解介路的诗人 就是定了这个契约 那么你不能够呢 都冰心 都习字魔 这种感觉 这种方式 去要求 读这个木旦 所以这个是应该变通的 这也说明呢 木旦的诗 确实也有他的毛病 或者说 他某个特色的 背面呢 就是可能是毛病 他只能够在比较高层次的 欣赏水平比较高的 少量的读者中 得到真正的欣赏 这就是为什么 刚才一开头讲的 他生前呢 得不到应有评价的 眼影之一 现在九十年代以后 好像对诗歌 这个 这个结束的能力 有所提高 也比较多元化 所以木旦呢 又重新 得到大家的认可 甚至是喜欢 来啦